中年是输不起的年纪 有位投资人说过 中年人是李返平最近的一群人 他们风风雨雨奋斗半生 好不容易拥有了一定的资产 生活看似光鲜 十足危机四伏 每天都像是走钢丝 稍有不慎就会资产归零 人到中年 比起如何搞钱 防止返平也许更为重要 我总结了中年返平的四大的潜在陷阱 希望能给大家提个性 一 透支身体 北大教授刘国恩做过一项 长达二十年的跟踪调查 财富积累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许多人以为是能力 背景 运气 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是身体健康 很多中产家庭 一开始日子过得很滋润 有车有房有存款 但一场大病袭来 就会导致一夜返平 知乎博主刘静静的老公 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 出了名的工作狂 一门心思搞闲 为了拼业绩 可以一个星期连轴转 为了抢订单 可以陪客户喝酒到天亮 只要有工作 即便他身体再不舒服 也会硬撑着去公司上班 因为够拼 37岁的他小有成就 有房有车 有一定的积蓄 前年他应酬客户 喝酒进了医院 从来没有进过医院的他 第一次进医院 就被诊断为肝癌中期 两年的治疗期 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 还卖掉了车 欠下不少外债 时尚杂志前编辑 袁小娟换癌后说过 贫穷和富有 就是一场病的距离 中年人 为了碎银几两 每天忙忙碌碌 直到生病被推进医院 才会意识到 花光一生的积蓄 住不起医院的一张病床 人生上半场要学会努力 下半场请学会惜命 二 杂钱教育 如今 很多中产家庭鸡娃 只有一个套路拼命杂钱 小学 中学阶段 让孩子上最好的私立学校 大学花重金送到国外读金 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付出与受益之间是否成正比 一位海归留学生分享说 他高中上的是国际学校 三年花了四十五万 大学上的是英国利兹大学 学费加上生活费 一共花了两百四十万 之后 他又攻读了伦敦卡斯上学院硕士 每年花小在七十万左右 从上高中到留学回国 他前前后后花了近四百万 他回国后的工资是多少呢 月薪不到一万 其实他的家境很一般 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 家里只有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 因为过度投资了他的教育 一家人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很多家庭即便没有送孩子 上私立学校 也没有出国留学的愿景 但在辅导班 兴趣班方面的花小一点也不少 综艺节目老师请回答里 郑州的小女孩 瑶瑶报了舞蹈 钢琴等兴趣班 一种兴趣班一年学费两万元左右 四岁之前 瑶瑶光是兴趣班就花费了近十四万 节目现场 瑶瑶表演了一段舞蹈 北舞副中老师维婉点评 只是停留在兴趣的层面上 远达不到专业的要求 孩子没有兴趣或颠覆 在兴趣班就是婚日子 只会浪费金钱 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个尖子班的班主任说过 普通家庭不要投入大量的金钱 让孩子学钢琴 跳舞 英语 花花等这些课外学习上 真正让孩子胜出的 是孩子具有的独立人格 坚强抑制 以及对社会的深层认知 其实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不是你努力鸡娃孩子 就能上985 211 父母对孩子的爱可是无私的 但不能是无方向的 放弃消费型思维养娃 才有可能避免掉入家庭教育的陷阱 三 中年创业 看过一句话 中年人捂住钱袋子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想不开去创业 现实中总有一些不甘平庸的中年人 他们小有成就 又不安于现状 于是他们满腔热血 铤而走险开始创业 一番操作下来 一夜回到解放前 新华网曾经报道过 江苏某银行行长姚志刚的故事 51岁的姚志刚是一家银行行长 这是个铁饭碗 干到退休不成问题 后来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 他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顾家人反对 拿出全部积蓄去创业 可创业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他和朋友到西北成立了一家外墙涂料厂 因为当地的房子卖不出去 生产涂料自然也就滞销了 实在没办法 只能把厂子关了 创业失败 赔光积蓄以后 他不得不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有句话说的非常在理 工薪阶层创业 就是把毕生的积蓄赔光 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家庭开支很大 很多中年人以为创业成功 就能缓解以上问题 没成想创业是十有九死 宁可不折腾 也不要瞎折腾 人到中年 事业上最重要的未必是站得有多高 重要的是站得有多稳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你就是绝大部分同名人羡慕的对象 四 戴口朝下 讲一个胡适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 胡适曾经加进殷实 花钱大手大脚 领到工资后 他常一只千金购买名牌香烟 还喜欢约好友到高档餐厅聚会 看到邻居生活困顿 善良的他也经常救济 而且从来不打线条 尽管他收入可观 到了月末都离却总是一干二净 妻子看不下去 长全他攒钱 以备不时之需 胡适却笑着说 钱花完了 我再去挣就好了没想到 当他和家人在美国定居时 由于找不到工作 生活陡然变得拮据 为了节省开支 一家人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 靠买些打着滞销品维持生计 一次他突发心脏病 被送进医院急救 他却连医药费都凑不起 而此时儿子又即将读大学 也需要一大笔钱 为了筹钱 胡适不得不拖着病体四处打零工 年轻时候总觉得 赚钱很酷 花钱很爽 攒钱的人抠抠嗦嗦 一点都不大方 人到中年才发现 赚钱很难 花钱很快 攒钱的人常常亮亮 手里有钱心里不慌 年薪几十万 上百万 不会存钱 到头来还是穷人一个 中年以后 收紧口袋 多倍余钱 看过这样一句话 中年是输不起的年纪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既怕脚下打滑 还怕踩着命运埋下的雷 人到中年 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应对的良方不在外界 而在与你身体上的自律 教育上的清醒 事业上的求稳 消费上的节制 警惕中年破产 未雨绸缪 安稳挺过中年 比什么都重要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与朋友们共勉